入围第68届维尼斯电影节的新派武侠电影《倭寇》的踪迹 2月15日以参展影片的身份亮相24届哈尔滨冰雪电影节 影片放映结束后不少观众直呼根本没能看读该片 活动当天导演徐浩峰就对此做出了解释 电影《倭寇》的踪迹是导演徐浩峰的荧幕处女作 将于2月24日正式上映 而影片写实的打斗风格将为观众再现一个可能真实存在的武林 呼六娱乐哈尔滨报道